中央电视台 这是和以往不同的 那么我们知道呢 以往都是通常是男团先比 21号将要比的是男团决赛 22号是男子和女子全能在同一天进行 23号24号呢 分别要比的是男女单项决赛 共10个项目 那么在经过了16号到20号 这4天的资格赛之后 我们首先来关注一下 目前资格赛之后各队的成绩 首先来看女团在资格赛之后 团体总分排名第一的是 俄罗斯队中国队战略第二 美国排在第三 罗马尼亚排名第四 英国排在了第五 再来关注一下 女子个人全能资格赛之后 进入前24的选手 那么中国选手江一元呢 资格赛四项总分是排在了第四 黄秋爽排名第五 排在前三的分别是俄罗斯 和两位来自美国的选手 单项决赛女子项目 进入四个项目决赛的中国选手 何可欣高低杠资格赛排名第一 黄秋爽高低杠资格赛排在第二 邓玲玲在平衡目项目进入了决赛 她的成绩是战略第四的 那么虽录在自由操的资格赛当中 是以资格赛第四的成绩 进入了单项决赛 那么今天呢 我们也是非常高兴的 请来了中国体操队领队叶振南指导 担任我们的解说评论顾问 叶振导您好 您好 叶振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今年的2010年的这个体操锦标赛啊 它是在北京奥运会之后 这个团体赛 第一就是在这个周期当中 北京奥运会之后第一次开始比团体的决赛 是这是第一次团体的一个碰撞 对而且它也是明年 2011年东京市井赛的一个资格赛 对要想进入伦敦 首先要过第一道门槛 就是这次的比赛 那么这次比赛在团体是一个怎么样的一个要求 才能去参加明年的东京市井赛呢 团体要求必须进入团体的前24名 这样的话才能进入明年东京的资格 那么在东京是不是也有 在到了东京市井赛之后 团体还要进入一个再一个层次 才可以获得2012年奥运会的这个入场券呢 那就是奥运会呢是团体前8名的队和全能24名 还有各个单项的前8名就是获得了伦敦奥运会的资格 按照这个国际奥运会分配给体操项目的这个运动员的人数 将国际体量还根据一些外围的资格赛 再给一些就是没有在东京这个井苗上获得资格的个人运动员 给一些这种名额 好现在我们看到画面上比赛已经开始 在今天的女团比赛中 中国队和俄罗斯队第一轮比的是跳马 跳马也是俄罗斯队的强项 他有两个运动员可以完成 见着想翻上版的后支900 这也是一个6.9 6.5分起屏的一个高难度的动作 在跳马这个项目上 中国队派出的三位选手分别是黄秋爽 杨依林和江玉元 那么决赛呢采用的是633的赛制 而资格赛呢是654的赛制 所以如果单从资格赛各队的总分来看 还不完全不是完全能够体现各队的实力 是这样吗 是刚才第一个俄罗斯做的运动员是库尔巴托瓦 他做的是见着后手翻转体720度 这是一个5.8起屏的动作 从空中的姿态看 他的这个膝盖没有完全伸直 这样再按照这个技术规程和评分规则要进行一些扣分 跳马的评分主要分五个阶段 从助跑上版第一腾空 然后第二腾空落地 那么在他之后将要出场的 先来看一下库尔巴托瓦的成绩是14.733分 在团体赛当中 跳马运动员只要完成一个动作 下面要看到的就是来自俄罗斯的穆斯塔芬娜 那么他将完成的是6.5难度的跳马动作 也可以说是这次比赛中 女子项目跳马难度最高的一个动作 我们刚才看到运动员旁边有一个小的小牌子 上面有那个动作的序号和几平分 他完成的还是不错的 虽然空中有个小分腿 他这个这个是一个难度非常大 在女子运动员来说是难度非常大的一个动作 这个动作难度分级是6.5 那么他是剑子后手翻 直体后空翻转体900 他跟前面出场的他的队友的区别在于呢 他多转了这个180度 因为前面的选手转的是720 是的 我们从慢动作可以更好的去看这个 他的完成的一个情况 一个是在上板的时候 有分腿 这个要在第一腾空中要扣分 另外他腾空的高度 空中的姿态 也还要进行相应的一些扣分 从他的因为这个运动员 他完成的高度还是可以的 现在我们画面上看到的是在高地杠上比赛的美国选手斯伦恩 在这轮当中美国队和罗马尼亚队分在了一组 这轮他们两支队伍将要比的项目是高低杠 高低杠呢 是美国队的一个弱项 他们在高低杠上的主要动作都是一些腾越动作 他们在一些转体动作方面比较少 所以说他们的起评分不是特别的高 是的 在资格赛当中 今天决赛要上场的三位选手 他们的难度分值也就是在5.9到6.2之间 要知道中国队的起评分可以达到像何可欣的7.2 一个运动员的起评分 只是说明他在完成之前的一个套路 因为运动员他不能保证 因为现在难度非常大 不能保证他百分之百的去完成 所以这个起评分只是一个 目前只是一个纸上的 等他完全的把这套动作展现出来以后 才是最后的裁判给他的一个最后的起评分 对 刚才俄罗斯队的穆斯塔芬娜的成绩是15.633分 现在画面切到了依然是跳马场地 第三位要上场的俄罗斯选手 纳比耶网 纳比耶网也是要跳6.5的难度 也就是说俄罗斯队在这个项目上有两个6.5 他的完成的跟上位选手基本上差不多 空中姿态还是有需要扣分的 落地是向后退了一小步 按规则要扣0.1 团体比赛场地四个项目同时比 所以呢 现在我们在刚刚看完了俄罗斯的跳马之后 来关注一下美国对斯洛恩的高低杠 登钢特卡 接帕克冲翻 异地的连接 登钢180 登钢回环180 然后 登钢回环后卫至高杠 他本来这三个是连在一起的 然后是高杠前摆180 直低杠倒立 然后登钢回环 孙正涛回来 登钢回环360 下了 后置两周下 他这套动作呢 相对比较简单一些 他除了做一些 一个特卡切夫 然后还有一些就是 像那种我们中国运动员独有那种 领转啊 对 逆转啊 那种非常这个就是 轻盈的那种转体 他没有 他都是一些 特卡切夫的高度还是可以 每个队伍在这个某个项目上的编排 其实有很多类似的地方 比如说中国对高地杠就很擅长 一组的这个高男的转体 那么今年俄罗斯的高地杠 我们值得关注的是 他们的换杠都很难 基本上的选手 三个人都可以做一组的换杠 他是在这个地分的要求里啊 规则对地分的高地杠的规则 他有五个方面 有2.5的这个分 一个要包括换杠动作 一个是从高杠往低杠缓 还要有低杠往高杠缓 这是一个方面 这是要有0.5的一个加分 另外要有这个空翻 这个一套动作里必要有空翻 另外要有两种以上的握法 就是说你这一套动作里 必要有正握反握 或者扭臂握 这个就是说你这个特殊的一个要求 也是0.5 另外在必须要有360的转体 所以刚才他有一个大合观转体 3.6也满足了这个要求 另外一个就是下滑 必须是D组以上 才有0.5 如果是C组下滑 只有0.3的加分 好 我们再来看一下 接下来要出场的 在高地杠项目上 要上场的是波罗斯 他是美国队第三位 比高地杠的选手 波罗斯这一次的女团任务很重 基本上每项他的要上 灯杠回环360 分腿正涛 去到高杠上 并涛360 接分腿特卡 这个连接是有0.2的加分 嗯 并涛180 接分腿叶格尔 这又是一个连接 分阵涛360 帕克去到D杠 灯杠弧形回到高杠上 这样他完成了两个 换杠的动作都完成了 嗯 团360度炫下 当然我们再看他 做下法之前的那个大回环 分腿分得很很大 这个按照规则要进行扣分 这个这种分腿 还要扣到中措 现在的打破十分以后 这扣分的这个尺度啊 有所加强 小措是0.1 中措是0.3 大措是0.5 如果掉下的就是一分 波罗斯呢 是这次美国对高地杠 难度最高的一位选手 那么他大概有6.2的难度 那么我们都可以看得出来 就是在 他的高地杠的连接 要比之前他的两位队友 连接的加分要稍微多一些 那么在今天的比赛中呢 美国对高地杠是 相对来说 他们比较软肋的一个环节 倒是但是到了平衡目 还有自由操会好一点 高地杠呢 美国队呢 从目前两个队员完成的情况 还是不错的 他要减少他弱项的丢分 这样在他的强项 在拉分的话 这样这个才能保证 他们在往金牌的路上 走得更近吧 因为团体633的话 对于俄罗斯 中国美国来说 比的是稳定 现在我们看到的是 俄罗斯队的纳比耶瓦 刚才跳6.5的那个动作的回放 现在俄罗斯队的三位选手 比完了跳马 他们的难度有两个6.5 一个5.8 在他们之后呢 将要比跳马的中国的三位选手的难度 都是5.8 现在就看 都是 完成质量了 720 15.40分 现在来看一下 法拉利 长大了 这也是一个名将了 对 但是在拿了十队冠军之后 因为受到伤病的困扰 一直没有特别好的成绩 团生炫开场 团两周 虽然难度不是很大 但对他来说 完成还是很不错的 高度还是非常高的 用的是Tango的音乐 对 刚才是一个分腿180的一个跳步 这也满足了一个 编排上的要求 好 对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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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谢谢观看